書、報紙、雜誌等這些印刷品已經開始被視為傳統媒體 隨著科技發展,這些媒體已經被電子媒體所取代 這個情況在香港十分明顯,更加遍及各國的年齡層 在2014年,香港智能手機滲透率更加高達96% 而書或報紙等這些印刷媒體的銷量也有下降趨勢 現在的人過分依賴科技,更加適應了網絡快而短的節奏 令人的閱讀習慣亦都開始受到科技節奏所掌控 在這個趨勢的影響之下,我們找了沈雪兒和她的婆婆 分享一下她們閱讀的習慣和對科技的想法 為何按摩的電話,那麼科學的? 我都不懂得按摩的,詩兒 你們看看,怎麼搞的? 搞的也搞不到 不是這樣,我先出去,這樣看 這裡,這樣看 這裡,這個就是… 我學的也學不到,幾十歲 你不要叫她玩了那麼多科技 這裡就看到了 看的,我不會看,幾十歲 搞了一些新科技 咦? 有什麼東西來的? 通知你有信息 這裡 圖書館在讀者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 開始被人質疑它的存在價值 有人說,圖書館的書庫不夠大 也不夠多元化 有大學教授說 現在的人偏向喜歡輕閱讀 對於長篇大量的文章 也就是書籍 已經不大感興趣 她的孫女曾幫她去書店找她想看的書 但就找不到 反而在網上就很容易找到這些書 中文章 外婆,你平日有沒有看開書或報紙? 有 那你喜歡用電話或平板電腦看 還是直接看報紙? 其實看報紙多點 那為什麼剛才會試試用電話看? 因為有些書我不會看 我孫女說上網有得看 所以我要更加 我叫孫女教我 就這樣吧 閱讀方式的改變 不是個別的現象 現在由剛認識自己的小朋友 到中青年人 都習慣了在手機裡面閱讀 在地鐵裡面 巴士上面 等車的時候 甚至在馬路上匆匆而行的人群裡面 低頭看手機的人隨處可見 除此之外 人的閱讀能力 又會不會因為 輕閱讀的文化而降低呢 作為老一代的婆婆 由以前到現在 都是維持著閱讀印刷品的習慣 但作為經歷科技前後的90後 她又有什麼想法? 你多久會看一次書? 以前中學的時候 每天都會看書 但是到現在 就一個月都看不到一本書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 我覺得可能是用電話多了 或者 可能有電視 或者電腦 就是會想玩電話多過看書 我最近看的書就是這本書 但是由於我看了一個多月 都還沒看得完這本書 或者是看到一半 就忘了之前的內容 我就有本《筆記簿》 就抄下書裡面的內容 等自己不會忘記了 以及可以集中看完這本書 科技無疑答給我們很多的方便 令到我們無時無刻都可以接收不同的資訊 但是這樣 是不是就代表可以取代印刷品? 究竟兩者能不能夠共存? 而當中所涉及的問題和影響 又有沒有方法去改善? 照片